非常嚴重 超級嚴重的 還蠻嚴重的 全世界第一名 全世界第一名的缺陣 每天都一大堆的缺陣 日本的疫情現在目前很嚴重 口疫很差 紅毒拉斯人沒帶口罩 很多人 我們沒有疫苗 所以現在很差 最近變得更嚴重了 泰國的疫情越來越嚴重 從每天五六千個案例 到現在一萬八千個案例 泰國人也沒得到好品質的疫苗 也有很多朋友 想來台灣打台灣的疫苗 我覺得跟台灣差不多 越來越好 也是不做很多都在打疫苗了 所以其實打疫苗真的會有差 然後最近我們的總統也說 如果沒有打疫苗不能出門 你覺得你的國家 疫情越來越嚴重的原因是 因為不乖啊 因為韓國人可能在家裡面太久了 然後就是人不是要出去 然後一個變兩個兩個變三個 三個變雙倍這樣 或增加嘛 所以我覺得韓國現在變得比較嚴重一點 之前好很多 但是最近又變嚴重了 所以有一點難過 因為有些人不相信COVID-19存在 他們不喜歡打一口槽 因為現在還有那個Delta的變種 然後也是有很多老蘇士不打疫苗 所以我們就是越來越嚴重 現在的確診就是一天比一天多 現在好像Delta又要來一次 就是又出現新的疫情的樣子 現在好像是打疫苗的人 都是瘋狂穿人的那種的 就是因為他們已經沒有什麼副作用 他們感覺不出來他們是感冒 所以他們還是有的 到處玩 現在很多人還是不戴口罩 所以很容易穿人到處都有 很誇張就對了 政府的防疫做得不太好 所以那個沒有為什麼 在台灣呢 一百多的案例 政府宣布提升到三級禁假 跟泰國的不一樣 因為在泰國一晚 政府還沒做什麼 那個防疫不太好 因為日本的政府 沒有辦法控制到 所有的國民 不能出國 不能出門 所以大家都會出門 我覺得政府的做法 也跟台灣不太一樣 還有一個我覺得 國民性嗎 他 疫情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還不到一歲 他搞不清楚狀況 人家只是個孩子 沒有戴口罩出門的時候 台灣很多人跟我說 弟弟這樣子很危險喔 然後會被 緊張會來抓你喔 可是我問了日本的朋友 大家都說 全朋友不需要戴口罩 所以我覺得台灣人比較 對意境很認真 現在住在台灣 有感覺比較安全嗎 當然 對我來說 台灣比較安全 我覺得台灣的政府 比較好 非常安全 台灣人 每天戴口罩 所以我覺得很好 應該是 應該是覺得安全 因為還沒有打疫苗的關係 就是因為我有兩個小孩 所以我覺得 兩個小孩在家裡上課 就用網路 比較安全 就是這樣的原因了 不過台灣人很聽話 所以可能我們 就裝這個多洗手 會多安全 因為我們有一句話說 台灣人很怕吃 請問你不怕嗎 我嗎 我嗎 我有身 我有身 我覺得非常安全 因為你的政府有辦法 台灣人也很聽話 戴著口罩 吸收 我覺得現在的情況 不太嚴重 非常安全 一百多的案例 我記得政府和台灣人 都合作得很好 都一直戴上口罩 戴在街裡 沒有重要的是 就是他們補助很好很好 超安全的啊 台灣我覺得 其實 住在台灣的人 都感覺不到外面的世界 因為我是韓國來的嘛 然後也有很多不同國家過來的 他們都會接觸自己的國家的新聞 就覺得 哇 台灣真的很安全 因為台灣好像最近都很正常啊 一天也是很少人而已 所以我覺得台灣真的是 可能做得很棒吧 我覺得 比起來真的是安全多了 就算我們這一陣子 又升到三級 我覺得很明顯 台灣人的人民 對於疫情這件事情 覺得自己也有一個責任感 我覺得美國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功德性 很安全啊 其實在台灣是非常好的 就是因為很多人都會好好的聽 好好的做 政府說要戴口罩 馬上大家都戴口罩 然後也沒有到第四級 還是大家自己隔離好了 然後都沒有什麼意外的事情有出現 沒有什麼故意的去傳染給別人 我覺得是台灣人做的還蠻厲害的 全世界其實可以好好學台灣人 你看每一天的那個 確診的數字越來越小 越來越低 每天在美國好像是好幾千人 或是一萬兩萬三萬的人 還是很多一大堆 所以我覺得台灣真的做得很棒 覺得台灣比較安全 嗯 是 是 我們都覺得 我們現在在台灣很幸福 真的 很安全 我覺得台灣是最安全的國家 幾句話 為台灣加油 為世界加油 Vamos Taiwan Vamos Mundo Animo a todos los países del mundo Que podemos vencer esto 台湾 Davai 台湾 Davai Mobohai Daman 같이 fighting합시다 Daman 같이 fighting합시다 그리고全世界 사람들 全世界 여러분들 다 같이 fighting Keep it up Taiwan Keep it up everyone We can beat this thing To Taiwan in the world Keep going Never give up One step at a time And always Remember Never quit 台灣のみんな Gambarれ 世界のみんな Gambarれ Gambarれ Google Google